天啊,就有人說,洪友宜啊,你要趕快表態啊,不然來不及啦 但是呢,我洪威這時候說,洪友宜啊,你千萬不要表態喔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我覺得洪友宜啊,他已經把自己的機率越玩越低了 就是說,這個東西他,一半的人要他說,你要趕快表態 另外一半的人說,這個你要慢慢的,不要急於現在 但是你看看喔,其實有一些旁邊的媒體 就是可能跟藍營關係比較好的 忠實啊,聯合啊 對對對,忠實一直在逼迫洪友宜 然後呢,還有一些友台釋出的民調也告訴大家說 我跟你講,洪友宜沒多強啦,郭台銘出來的話你一樣啦 而且郭台銘沒有包袱啦 啊,你現在還卡在一個新北市長的位置上面啦 我覺得那個力道上面喔,兩邊在拉鋸 所以侯友宜,我覺得他能夠出現代表國民黨選總統的機率 恐怕是越來越低 的確,他,如果說四年前啊,就是韓國瑜那一次 韓國瑜那一次儘管他落跑喔 可是那個時候是全黨喔,哇,這個萬眾一勳 沒有韓國瑜我就出門去交遊喔 所以那個推的力道非常非常的猛烈 可是你看侯友宜,沒有啊 黨內分成各種不一樣的勢力 所以他沒有一個強大的推力 然後呢,你侯友宜又卡在那邊 一下卡在那邊,一下卡在那邊 然後你又不肯自己表態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搞不好還真的出不了線耶 可是我覺得最近好像風向一直在逼侯友宜表態 那侯友宜這幾天受訪的時候 還是一樣呵呵做事啊 我會做好新北市長啊這樣子 好,我們請教重文議員喔 因為你看喔,我剛剛是一起說的喔 中時呢就立刻有篇社論啊 他說哇,搓坨猶豫啊 就是侯友宜的重大警訊啊 因為他說呢,包括這個最新民調嘛 侯友宜支持度呢,比上個月銳減了7.3% 好,賴清德恩克文哲呢 分別成長了5% 侯友宜如果有心問鼎大位的話呢 應該把他視為重大警訊 不然就會跟韓國瑜一樣喔 人氣呢,再衰三劫中俄敗選 包括兩岸政策也是一個問題啦 好,那王洪威說,落跑是一個問題呢 他說,落跑是事實啦 沒有辦法硬拗啦 不能把大家當笨蛋啦 所以自己要承認嘛 同時希望選民可以諒解 如果我是侯友宜的話 我也會覺得王洪威你沒意思耶 那個時候你要選的時候 我還去幫你站台兩次 你現在怎麼會這樣講話呢 其實國民黨內部 有一派另外的一派的說法 有一派另外的力量 就是說希望這一次國民黨提出來的候選人呢 是最能夠贏的候選人 那所謂最能夠贏的候選人 就是不管他怎麼樣組合 是最能夠代表國民黨出來最能夠贏的候選人 所以... 那誰都想贏啊 我們知道,可是現在最想贏的候選人 人選會是誰啊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洪威講的是不是屬於這一派能夠提名 最能夠贏的這個力量 我不得而知啦 但是呢 我手上這個民調是 我們友台 這兩天前做的這個民調 我們先看這一張 這一張的民調呢 是賴、柯跟喉 賴跟賴、柯喉 賴的這個部分呢 它是不管是在哪個年齡層 都是都屬於平均都很平衡喔 得到的民調的這個支持度都 不管是20歲、30歲、40歲、50歲、60歲 都很平均 都大概在20幾%左右 可是大家可以看回來 柯文哲的這個部分呢 他在年長的 因為可能從陽近老近的關係 所以他年長的這個票 支持者支持度是很下降 可是20歲到29歲的這個部分 他是非常非常的強的 那侯友宜呢 就很傳統的這個 國民黨的支持者 在支持的這個過程裡面 侯友宜的部分 在長輩的部分 50歲到59歲 是拿到43% 60歲以上是拿到40% 40到49歲 還有拿到35% 可是請大家 請觀眾朋友看我另外這一張 這一張呢 剛剛那張是賴科猴 這一張呢是賴科郭 好 賴的部分完全沒有變動 沒有大幅度的變動 克的部分呢 也是針對年輕族群 比較強 碾壓過喔 碾壓過所有的候選人 可是有一個很微妙的變化 就出來了喔 郭台銘在 國民黨傳統的支持者的這個部分 在40歲到49歲 另外的50到59歲 侯友宜是43% 但是呢 郭台銘呢 是51% 這樣比較起來 郭猴裡面 就是郭比猴強嗎 如果有這份民調 所以呢 在這份民調裡面呢 60歲以上 當然這個 郭也比猴強 在 但是那要配誰呢 要去補國民黨在年輕 年輕人族群不足的那一塊 所以有一股聲音是 希望能夠郭配上 柯年輕的族群能夠合體 所以是不是 你這樣講不就是王鴻威的說法嗎 把郭台銘跟柯文哲一起納入民調 所以你是說郭柯配喔 郭柯配是現在有一股力量正在 希望國民黨最好提出最大的公英數 能夠贏2024的這個總統大選的選戰 一派的說法 好蘇培你剛剛為什麼笑了 柯文哲在20到29歲之前 有這麼高的支持度的原因 是因為這一群年輕的朋友 他對於藍綠都很討厭 所以因為討厭國民黨 也不信任民進黨的狀況底下 他只要支持一個 像一支手一直說的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民調這麼高 但如果柯文哲真的加入了國民黨 我告訴你 這個優勢全部消失了 因為他就變成國民黨 這兩個都不是國民黨 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還蠻荒妙 就是說如果現在王鴻威 或者是剛剛這個 崇文議員所說的這一件事情是屬實 那國民黨在接下來 2024的選舉裡面完全被消滅 就完全沒有國民黨存在 這個黨叫做這個 無色聯盟或者是白色聯盟 已經沒有 已經沒有國民黨的存在 所以我不曉得 王鴻威為什麼要這樣操作 明顯是不是要找郭台銘來制衡 侯友宜 我想他們 我想現在主要在國民黨台面上 包含朱立倫 包含侯友宜 甚至包含趙少康 都一定想要去拉台郭台銘 成為自己的聯盟 不管他要成為自己的副手 或者是他成為主帥 或者是他就不選 他要來支持我 都沒有關係 但是很多立委也是喔 是 所以他想要 所以他們現在要操作的部分 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就回過頭來看王鴻威的部分 剛剛大家講的嘛 王鴻威的出身背景 他就是比較深藍的嘛 所以他跟趙少康其實是走比較外 所謂的戰鬥藍的部分 那所以他這一次的選舉過程當中 他當然不會支持侯友宜 為什麼 他說和二和三演繹 侯友宜怎麼說 我不理他耶 直接不理他耶 所以導致王鴻威被這個吳伊隆 洗臉啊 自己 你們自己黨籍的 國民黨的新北市的市長 都不支持你這個政見 你在提什麼 所以王鴻威當然生氣了了 他大壞啊 我落跑我還沒就職 我就選上 而且我還贏了 贏了之後 所以我就比你還要大位啦 你現在你要出現 你侯友宜你要落跑 你就要看我願不願意 所以我現在聲量最大 而且你知道嗎 他是現在台北市 他是國民黨議員裡面最年輕的 所以說話當然也最大聲 賴士寶現在講話也沒有那麼大聲的啊 貝鴻太也是被這個徐曉青 現在準備要挑戰啊 所以最大聲的王鴻威啊 所以他現在被意見領袖 對啦 然後請教一下冠婷喔 你怎麼看 因為你看喔 最近開始說有人要逼侯友宜表態 你看標題就寫著 年後明確表態選總統嗎 結果裡面看 完全內容都沒有寫到耶 侯友宜完全沒有回應耶 永遠為國為民做事 那其實沒有人 他也自己也沒有做到表態 但很多人在逼他做表態 好侯友宜現在是說什麼呢 把握當下認真打拼啊 其實還是呵呵做事啊 那你怎麼看侯友宜呢 現在面對很多人想要卡他 該表態的時間是什麼時候呢 因為不是有消息說 郭朱三月可能會成行喔 侯友宜你再不表態的話 你就來不及了 舉行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說侯友宜他現在陷入一個 父子騎鱗的窘境 現階段你想如果 從民調上的趨勢來看 12月跟1月份 各個友台各個機構做民調 都有一個大趨勢 就是侯友宜的民調開始往下 當賴清德 侯友宜 柯文哲 撒喀都的狀況 各間的民調做出來的趨勢 都是賴往上 柯往上 可是唯獨只有侯友宜往下 12月以前侯友宜的民調 如果是長期性的民調 他是一路往上走走走走 走到最高峰是 11月選贏了新北市長連任之後 12月來到最高峰 我問一個問題就好 12月到1月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侯友宜他的民調會掉到 超出了所有的誤差範圍 甚至以TPBS民調一次掉了7% 這背後是什麼問題 有幾個關鍵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 國民黨內本來想營造出一個是 侯友宜他自己最想要的一個態勢是 他是最強的人 非我不可 被動徵招 當被國民黨內部一個人一個人破 你先從趙少康的 總統未來一定要初選 我趙少康要選 而且我要選以外 這一個總統候選的一定要初選 刺了侯友宜一刀 侯友宜如果現在國民黨內 問一個問題就好 國民黨角度有所在初選 侯友宜他去登記的那一刻 馬上變成韓國瑜第二 你要主動去登記 我要說服大家 我為什麼一定要出來選這個總統 所以這是趙少康在給侯友宜將軍 第一招 第二招是誰 是朱立倫 朱立倫你看他過去這一個月以來 做最大的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黨內是什麼事情 就是侯友宜不只有你 郭台銘也是一個人選 郭台銘有可能回國民黨 我們敞開大門 我們同桌計畫2.0 郭台銘對社會很多貢獻 達到效果是什麼 TVBS1月份最新的民調的重點就是 侯友宜跟郭台銘的民調已經平了 兩個平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國民黨內並不是只有一顆太陽 不是只有一個侯友宜 我找一個郭台銘來 都可以跟你變成平手 不是非你不可 這第二個 所以我之前在前進行台語 一直都在講說 這就是侯友宜包圍網 國民黨內的各個系統 只要不是支持侯友宜的人 大家現在都告訴所有的社會大眾一個訊息 不是非侯友宜不可 這是第一塊 第二塊我要談的是 侯友宜他自己的問題 侯友宜過去這幾年的時間 回應市政問題 黨政問題 他都可以齁齁齁齁一句代過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是一個有心問頂大位的人 兩岸關係 國家定位 美中關係 美台關係 台日關係 能源政策 產業政策 司法改革 居住爭議 你可以好好做事 有前一陣子他被問他說好好愛台灣 就是 好了這個也OK 可是你可以這樣子蒙混到什麼程度 所以接下去 國民黨內 你看朱立倫開始訪日 然後 要派夏立人訪中 會問他能怎麼反制 我看到的只有放出一個新聞說 我要去新加坡 結果我是新北市議員 我問遍新北市政府的所有局處 沒有任何人在準備他要訪新加坡的事情 所以去新加坡是放消息嗎 侯友宜的一級主管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沒有 去旅遊 所以我就想有用可能 是不是私人行程 如果是私人行程 很奇怪 你是現任的新北市長 你去城市交流很合理嗎 我也給你支持啊 結果 新北市政府沒有一個單位 在規劃跟籌備侯友宜的訪新行程 他會不會像柯文哲一樣 要衝就直接衝出去 搞不好個人行程 就騙你啊 張老師講旅遊行程 旅遊行程啊 拜包裝就好了啊 或者是 我認為這根本就是一個煙霧彈 然後最後再講說 市政繁重什麼就不去了 為什麼 他在議題上要去平衡 他對於國際政治的匱乏 對於兩岸政策的不熟悉嘛 所以朱立倫說要仿日 他也要趕快有一個訊息 誰叫朱立倫說要仿日 我剛剛要趕快蹦出一個地方 對 所以這就是他現在面對的最大的窘境 好最後一個我講 他現在的最大問題 其實前面兩個是技術問題 最大的問題還是時間點 現在支持侯友宜的人 內部也分兩派 有一派認為說 我們民調一直在往下 這趨勢這張下去不得了了 以後搞不好我會低到比 要比朱立倫低是比較難 但是反正就一直往下 就是說 你可能會被跟郭台銘會拉開 可是有另外一派的論述 也很言之成理啊 你的時間點提名的時間點越早 或你表態要選的時間越早 新北市民更覺得你爭小的嘛 我12月25剛就任耶 所以這時間越早 對侯友宜到底是好或不好 現在國民黨內部支持侯友宜的人 也分成兩團 所以內部不團結 連他的陣營自己 也都還無法去確定要怎麼站 要怎麼往下走 我覺得這是侯友宜現在 那昨天我們問到近平議員 他說國民黨裡面的初選 可能會在七八月的時候 對 這個對侯友宜來講 不太可能啦 不可能 這個訊息 七八月喔 敬明議員 這個不太可能啦 議員立委的提名 大概都要在五月就要出力 他說立委的提名會先 但他昨天說法是 總統的提名可能會到七八月的 機會不大 是有這個聲音 但是機會不大 這個是討論的內容 可能敬明議員把它拿出來 讓大家分享一下吧 所以我們也是跟民進黨一樣 可以在裡面大明大放 大明大放 只是可能對侯友宜來講 會不會比較不利的感覺呢 我們要請教郭成老師 因為過年的時候 侯友宜也有行程 郭台銘也有行程 非常巧合的事 都要去拜媽咒 那當然不是同一天啦 不過當然就會互相比較一下 人氣啊 感覺啊 一定會不會問到關鍵問題嘛 好 裡面就想說 知情人士表示呢 侯參選總統已經是見在弦上了 他今年元旦喊出 聚當強國的旗子 團結共好等口號呢 就可以看出他已經在鋪排了 但是考量到黨內各方局勢 都沒有明朗化 所以至少在四月之前喔 都會採取低調的態度 好 不至於會做大動作的表態 或是持贏保態喔 但是呢 這個侯友郭台銘呢 被說真的是蠻咬的會不會喔 不曉得到什麼樣的程度啦 因為黨內呢 拱郭台銘參選總統力道 越來越大 而且說郭台銘的意願 也逐漸攀升 到時候兩個人會怎麼樣的 整合結盟 或者是你選我就不選 可能都還有變數喔 因為像崇文哥就說 現在郭跟侯感覺起來 兩個人是互相PK的狀態嗎 當然互相PK啊 像剛才講 兩位都要去拜拜嘛 都要去 有這個走村的行程喔 我可以在這邊先預言 這兩位出去喔 媒體喔 各方面關注的 一定是更關注郭 看看他在走村的時候 有什麼金句跑出來 因為侯喔 不是說要先拿他的紅包 對 因為侯市長老實講喔 永遠就是那幾句話 根本就沒有什麼新意 那這種新 這種東西喔 他在過去兩年選市長的時候管用 可是呢 你要選總統 你還是那兩句話喔 說實在的 到時候反對他的人就會說 你現在問國民黨裡面 每一位人士啦 從朱主席到這個 包括我們重溫議員 你現在問說 你要好好做事情嗎 沒有人會說不要啦 換句話說 每個人都會講好好做事情 難道每個人都要提名當總統嗎 這根本說不過去嘛 就跟剛剛郭琳講的 你不可能說 到了總統大位的時候 還對國防外交兩岸關係 台灣未來走向 你還是那五個字 那一定是不行的 第二個就是你這個治國的團隊 到底有沒有形成 像你現在去一個新加坡就好了 這是一個基本上來講 有一點點外交味道的形成 結果呢 你的現在一級主管呢 要嘛就是保持低調 要嘛就是根本沒準備 就代表你身邊根本沒有人 去幫你準備這些事情嘛 那去新加坡老實講還算簡單啦 因為在台灣呢 這個跟新加坡方面有關聯 有人脈的人還算簡單 可是呢你去美國呢 你去這個甚至這個 將來兩岸關係哪那麼容易啊 所以這第二個 第三個 朱總教練的問題啊 因為這個朱立倫呢 現在他就是國民黨主席嘛 他就是總教練 他的好處 也就是他的優勢在於什麼呢 他可以決定要不要徵召 徵召的方式 他要徵召誰 因為總不能說 侯市長自己說 我自己徵召我自己吧 這也不行 因為他不是主席啊 那好辦初選 怎麼辦初選 用什麼方式 什麼時候辦 也不是你猴可以決定的嘛 所以目前來講 朱的替場就很重要 他也可以自己出來啊 所以就要看說 你猴朱的關係 到底好還是不好啊 但是目前 那猴朱關係好還是不好 以政壇的角度來講 要好很難的 要好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是朱跟猴 雖然是有這個同事的關係嘛 可是目前來講 這幾年來 兩位看起來 並不是這麼的打嘎 並不是這麼的密合 第二個 還有個老問題嘛 執政經驗的問題 省籍的問題嘛 那我現在有聽過啊 國民黨裡面有人在講 侯友宜市長呢 雖然很厲害 可是呢 他就是最高精力 就是做到直轄市市長嘛 而且是高票當選市長 沒錯 可是上一次國民黨提名 直轄市高票當選市長的人 韓國瑜輸了吧 對不對 因為呢 韓國瑜呢 是剛好另外一個極端就是 他很會講話 話很多 那侯友宜呢 剛好相反 不太講話 話很少 這兩個其實在大選中 都不見得有利嘛 你話太多 老實講 就本來被他攻破 像艾奇摩天輪 你沒準備就被人家攻破 那同樣的 你根本沒準備 沒有話 你不可能永遠就是講 呵呵做台事啊 這個不行啦 而且呢 還有就是 你說現在為什麼很多人支持 郭台銘 郭董 因為他覺得說 他在中國事業這麼大 這個投資這麼多 選他好像比較安定吧 這個在藍營的群眾中 很多人是這麼支持的 這麼想的 可是呢 你侯市長呢 跟中國大陸好像沒有什麼淵源 人家就說 這個又做過阿彬阿彬 這個好像 什麼皮什麼骨 有沒有人在這樣講 還是有呢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將來這個 兩個人在PK 恐怕這個局勢 對郭啊 是比較有利 而且有侯當市長 你現在台新北市政 對 卓議員冠定在這邊 新北市政真的那麼好嗎 都不會出包嗎 還是出包沒有人在 好這個故意把它蓋掉 可是呢 郭至少他現在沒有在從政 所以你 副市長在stand by 對啊 你不會有什麼包好出啊 這個政壇上 他不會有包好出 監察院要查 也查不到郭啊 跟他沒關係啊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將來PK 其實侯慢慢的這個狀況 不見得是有辦法說一直長紅到底 這個逐漸下滑 我認為這個可能性 開高走低可能性是很高啊 好所以現在聽起來 侯友宜很需要一個突圍的機會 請教一下崇文哥 這個突圍 給新加坡到底是去真的還去假的啊 先 我先談一下這個民調的問題 他其實 其實他在內部的這個過程裡面 猴的部分的內部的過程 有很多很多人很災民調 這個數字 但是呢 他又有另外一個 他們幕僚的另外一個 如果你們到時候國民黨願意徵召的話 民調都不是問題 不是 這一次如果國民黨用徵召的 我覺得國民黨在2024一定選不贏 嗯 所以一定要透過傳統的這個提命的機制 那我覺得 是不是 侯友宜是不是放話 是不是放話要去去去去 新加坡來跟朱立倫叫牌 其實我覺得這個內部他的問題 他侯友宜內部問題他自己要解決 因為兩派謀士的意見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 我建議啦 侯友宜的這個部分 民調參考值就好 但是有一個重點 要儘快的去宣布 那要克服落跑的這個問題 因為你民調有沒有宣布 做出來的 是會非常有很大的差距 那當然 你看洪威他 如果民眾覺得他真的是需要 他服務市民跟服務國民 如果可以用這個層次去看到 他可以服務國民的這個角度 我想大家還是可以接受 那如果你是侯友宜的話 你真的有辦法在4月之前都採取低調的姿態 呵呵做事 我如果是他的幕僚 我如果是他的幕僚 我這個我是比較屬於主戰派的 就是要趕快把他的需求講出來 因為在民調選舉的過程 如果真的初選下去的話 一定要有選舉的操作 你等到4月 如果真的是5月初選 根本來不及 反正你早晚都要選 幹嘛不先表態咧 早晚他選不選我是不知道 那爆派都說他要選 可是如果真的要選 現在就得準備 沒有準備 民意如流水 民意如流水 好所以如果侯友宜沒準備的話 你看很多人都在準備咯 柯文哲也在後面虎視眈眈 好他說過年了 他要跟高鴻安一起去拜年 但是最近兩個人見面會開心嗎 因為高鴻安不是才說 被宣明志牽著鼻子走嗎 結果兩個人要拜年 柯文哲趕快改口說 不會啦 高鴻安獨立性很強 這變得也蠻快的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這個柯文哲呢 前幾天語出驚人的說 高鴻安快要被宣明志牽走了 甚至還說人家是有出錢的 哇 引發外界聯想想說 柯文哲跟高鴻安跟宣明志 三個人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怎麼了嗎 但是柯文哲現在話語改變囉 他說不是啦 我那一天啊 是順著黃國昌的問題回答 不是這樣的意思啦 是不是因為兩個人 在大年初一要合體了 怕尷尬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柯文哲 他現在又是怎麼講的呢 柯文哲跟支持者 舉雙手高喊柯總統 柯主席在年禍大跌發春聯 意外插曲 似乎讓柯文哲雀躍不已 但是黨內問題還沒解 尤其新駐市長高鴻安 背書跟柯文哲漸行漸遠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他好像快被宣明志牽走了是不是 對啊 他全人家是有出錢的 我們都沒有 柯文哲這句話脫口說出 被解讀是衝著高鴻安來 選舉期間 其實相當多人都給予我 不管是有形無形的幫助 沒有必要說好像特別去針對某一位 人家那個是黃國昌問的 我怎麼會特別評級 說自己是被動才說出來 話語中卻明顯透露 兩人信任度早有問題 怎麼會出現嫌隙 據了解大選當時柯主席要候選人自備糧草 讓高鴻安手臂插著點滴針頭 都要尋求薛明志協助 薛明志其實在新竹地區 除了一般人認為他是科技圈的人脈之外 坦白說薛明志在地方上還有其他的這個金主人脈的關係 所以他當然會幫高鴻安介紹其他的可以提供政治現金的金主 莫非高鴻安跟薛明志互動交情勝過自家黨主席 讓柯文哲不是職位 再加上高鴻安從參選後 柯文哲就派了謝伯鴻一路浮選到接任新竹市行政處長 黨內就傳出根本是監軍 連謝伯鴻爆出婚外情也被說不單純 柯主席來講他想要有一個監軍在這個高鴻身邊 可是從高鴻安的角度來看 為什麼需要一個監軍在身邊呢 公開說要選2024年總統的柯文哲 和民眾黨唯一一席縣市長的高鴻安 本來應該是相輔相成 但是黨主席的話中有話 也讓兩人互動的微妙變化成了外界關注話題 三立新聞王宇宣陳豪台北臭島 請教益川哥柯文哲怎麼變那麼快呢 現在又說沒有啦 人家高鴻安獨立性很強啦 不會被牽來牽去啦 柯文哲可能這陣心情很壞啦 因為市長沒有做過年糕了 跟拜年的人跟祝 說要統治 說要送禮給他的人也沒有啦 要求他去吃美酒的也沒有啦 所以心情很壞 因為高鴻安當時去身體選舉的時候 是一個人旗的啦 因為高鴻安如果沒有身體特色 高鴻安也沒有身體特色 一人旗啊 所以對柯文哲來說 柯文哲的感覺說 我是... 當時是把你安排去那裡 結果現在高鴻安 愛人家對人走 愛人家對人走 那有時候說 以前我們三民 不好意思 我們兩個人回到痛苦的時候 就會來打拚 為了民眾黨這樣打拚 結果你現在早起身體了 你愛到柯人 你是要哭了嗎 對你們 愛到柯人 他就覺得說 因為高鴻安就想說 對啦 因為人家的選拔就有開支 結果他說話說話 他發現不對 大家的心底指定選舉的政治獻金 怕可以三千六百萬而已 三千六百萬 大家記得說三千六百萬 所以高鴻安你選舉 對頭要買 有人去幫你選 你對頭要買錢 超過三千六百萬 你就有多少錢喔 啊 宣明志一定有幫 高鴻安沒款的嘛 一定沒賣賣嘛 所以沒多少 柯文哲知道嘛 所以柯文哲現在講話很酸很酸 所以他覺得說 現在高鴻安都不要聽我的 你給他介紹 人家師傅 還怕我大小聲 那左冠廷說的 就是說那個 口氣都很壞 要給你介紹一下 你也沒愛 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現在 柯文哲有一點無奈 有一點無奈 所以他就把這個怒氣 砍拖去這個 宣明志那裡 其實宣明志在地嘛 你說高鴻安 只要做市長 他當然問 在地這些企業家 在地的地方 人士說 這個市長要怎麼做 人脈關係怎樣怎樣 結果柯文哲就眼紅 所以我們才會衍生出這樣的問題 所以柯文哲告訴我 說沒有啦 也不是這樣啦 柯文哲說很快 黃國昌把我害 怎樣怎樣 說在地上 他知道他犯錯了 為什麼 他把政治獻金講出來 你知道沒有說政治獻金 幾句 是高鴻安自己介紹的時候 說 我們政治獻金 全部都合完 叫做責心事 因為柯文哲從頭到尾 都沒有說政治獻金 高鴻安自己說 我們的政治獻金 都是透明的 結果他們現在三月前 都要申報喔 你不能申報 你最好那張趙勢王 那張三百多萬 你不能不去報 那張有什麼人出的 另外 我說一個人可以 嫁夫 高鴻安 一個人可以嫁夫 高鴻安三十萬而已 一人公司嫁夫一百萬而已 你不能嫁夫太多 到時候你會去罰款 柯文哲 你也不要覺得 政治來來去去 人會對你好行為 你當然是市長 你現在不是做市長 沒有人要對你那樣 正常的 所以你如果去那個 暫時天去拜拜 你會去市長 去拜拜 你旁邊有很多人 那是因為 高鴻安不是你 柯文哲 你不要說 你當時你 柯文哲現在去市長 還有人要接你嗎 那是因為高鴻安 人生都漂亮 大家要去看市長 不是要看你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你現在去教高鴻安 合體 結果大家都要來看你 不是啦 人是要看高鴻安 不是要看你 好我們要請教一下崇文哥 因為柯文哲還講了好多好多話 他說他有提到 過去幾次跟郭台銘談話 都有討論到高鴻安 還沒有針對總統大選交換過意見 柯文哲現在感覺起來 也要跟郭台銘把吊吊 感覺起來很像是你剛剛那份民調 喔 郭也很高啊 柯也很高 是不是有這樣的用意呢 沒有啦 其實剛剛那個一專兄講的喔 其實高鴻安他本來就在郭台銘的團隊裡面喔 宣明志幫他募款 其實他在選的時候 他在選舉的時候 他自己認識的一些企業界大老闆就蠻多的啦 所以宣明志是不是有給錢 或是有沒有支持他 或是用什麼物資支持他 他可能要表達這個意思啦 但我看我們把這個問題回過頭來 就是說其實柯跟郭有沒有這個眼睛有沒有放電 什麼放電 我想如果想要進逐大會都要放電一下啊 為什麼一定要放電一下 因為喔 這個郭曾經是國民黨的黨員 那柯呢他有民眾黨 他有一些無黨無派的這個沒有政治傾向的支持 如果兩個結合在一起 會不會是最大的效應 剛剛蘇菲說 如果沒有就走完了 他們跟郭民黨一樣走完了 這個沒有配過不知道啦 那過去呢 過去我們連送配也有配過啊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沒有配過不知道 你問喝藥還不知道過要不要 對啦沒有錯啦 但是他們有沒有互信的基礎 其實應該在基礎來上面來看 我覺得是薄弱的啦 是薄弱的 那是不是這個大環境會成形 這個盡待這個大家來分析觀察 但要請教一下這個蘇菲喔 因為感覺起來可能崇文議員對柯文哲很有信心 但柯文哲好像對自己沒什麼信心 我沒有對他很有信心 我是對郭很有信心 對郭很有信心 對國民黨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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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要請教一下蘇菲喔 好因為你看柯文哲行程蠻多的 整個過年期間 除了初一呢要跟高雄一起拜廟 好他說啊 初四開始呢 初五啊要前進他最弱的南部地區 包括台南跟高雄拜年嘛 那柯文哲也特別喔 鎖定了幾間青賴的宮廟喔 那看起來呢 就是要進攻2024的嘛 因為包括昨天有個消息說 他可能不會選2024 但現在看起來還是蠻想選的嘛 但是有人問他說 你準備好選總統嗎 柯文哲說哎唷 連考自己認為沒有準備好 還是要考啊 這句話什麼意思啊 我就是要選啊 你不選他要怎樣 不選他就GG了 就沒有了耶 就不知道要到哪裡去了耶 所以他一定要選嘛 包含這個高雄安 說這個高雄安快被宣明志 牽走了這一件事情 說有沒有錢這一件事情 是柯文哲說耶 柯文哲說 對啊 人家有出錢 我們沒有出錢啊 所以其實是柯文哲說的 那柯文哲為什麼要上 這個節目的時候要講出這個 我告訴你 柯文哲的爆料 絕對不是不小心的 他都是有意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這樣今天的節目才會討論他 不然誰要理他 對不對 沒有他現在講出來說高雄安一定會理他 是嘛 第一個高雄安一定要反應 第二個節目就會開始講說 柯文哲是不是連他唯一的這個諸侯 都要背叛他了 柯文哲是不是好可憐 然後大家又開始討論了 然後接下來要討論什麼 接下來就討論說 柯文哲是不是這個大年初一要去哪裡拜廟 你看這些東西 他又拿出來檯面上 跟所有的國民黨民進黨的這些候選人 又開始談了 所以柯文哲所有所做的一切 其實都是精精計算的 那宣明志跟這個高雄安的關係 本來就是啊 人家宣明志在在地 對新的企業的發展 沒有高雄安要去問你柯文哲嗎 你柯文哲早就已經滿 過去在當台北市長 對台北市政就已經都不用心了 你怎麼會去管到新竹市政 新竹市政當然問在地 不然要問你柯文哲 唯一高雄安對柯文哲還有用的 就是消費民進黨 就是創造議題 所以今天就是打成這個任務 他把高雄安拿出來消費 就為了變高自己在這個年 過年年節的這個期間 這個所有的拜廟行程的能見度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剛剛陳同文議員說 國民黨很有信心啊 那國民黨真的有信心 幹嘛李柯文哲 柯文哲在四趴而已 這藍白河不可能喔 我不知道嘛 因為剛剛這個藍白河 郭柯沛或者是把柯文哲 納入國民黨的民調 都國民黨的 國民黨的人講出來的 我們民進黨絕對不會說 我把柯文哲納進 納進我們總統的初選民調裡面來討論嘛 怎麼可能 我們不可能跟他配啊 我們的支持者氣死他了 對不對 所以那國民黨到底在想什麼 如果國民黨這麼的有信心 而民調上面 這個行程 其實困難很多 怎麼說 他原本要安排的時間 如果 像在台北市 他比如說他要去幾間廟 像以前市長一樣 要去拜廟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 那個腳腕已經要來了啦 那個誰誰誰要來了啦 不然你時間比較後面 所以從黃金時段 已經變成垃圾時間了 所以對他來講 他當然非常非常的寂寞 所以如果沒有 藉由消費高鴻安 創造一些新聞 誰理他居然以拜拜啊 好 所以感覺起來呢 柯文哲最近很寂寞 所以要趕快來巴著高鴻安嘛 要創造一些議題嘛 但重點來了 請教石琪姐 昨天不是有個消息就放出來嗎 欸 柯文哲是不選總統的可能喔 有沒有可能去轉戰立法院當副院長呢 很多人說 那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啊 我覺得柯文哲最近真的是 空虛寂寞覺得冷 因為張醫生有在講就是說 有可能是因為這個 市長已經卸任了 所以他其實並沒有政治上面的舞台 所以連帶要募款 恐怕也成為一個比較麻煩的事情 所以 民眾黨的黨職的責任額都有降低 就他本來可能五十萬的 欸 全部都打折 所以就是 對 就是 找手 拜託你們可以來嗎 以前這樣子可能擺多一點喔 以前氣焰比較高漲啊 那現在好像感覺上氣比較弱 那柯文哲現在的狀態喔 我認為他還是會選總統 因為他有一張門票 他何必要浪費這張門票 這張門票是他的籌碼 他可以去跟人家談判 他可以這個這個 跟人家做交換 那所以既然有門票 如果沒有什麼其他好的選擇 我覺得柯文哲會自己使用這張門票 更何況 民眾黨就是個一人政黨 如果沒有柯文哲帶頭選總統 請問他怎麼樣子衝他的不分區 對 他需要政黨票欸 那唯有這個母雞帶頭衝 你才有可能創造一個最大的這個席次上面的極限 所以我認為他還是會使用門票去選總統 他會到立法院嗎 我認為不會啦 啊 這個是大才小用欸 柯文哲 去立法院 他是總統級的人才 但如果他選不上總統 他後面就沒有聲量啦 如果可能進立法院的話還有機會你知道嗎 我認為到立法院之後 那個都 如果他要去立法院 我覺得那個都是後 第二第三層次的問題 他就算進了立法院 有人要跟他合作選政府院長嗎 他是小黨欸 那如果 如果國民黨今天很強盛的時候 國民黨也要自己人分配啊 他為什麼又要跟你分配 總統還要跟你分配 到了立法院我還要跟你分配 對 你柯文哲是我祖宗嗎 對於國民黨來說 已經連勝這麼多場了 現在已經勝到會氣喘的程度了 他沒有什麼條件 沒什麼必要去理會你柯文哲啦 對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裡面如果 像王鴻輝說 把柯文哲也納入 這個也納入 這個也納入 我覺得都是在鋪排一個美好的編織 編織一個圖像 朱利文的確有去跟這個郭台銘做聯絡 希望他可以回黨 可是郭台銘是為什麼要回黨啦 都被騙過了 郭台銘如果要回黨 他只有一個 他只有一個誘因嘛 就是你要擺平其他所有的勢力 所以我回去的目的就是要選總統 不然我幹嘛呢 所以我覺得這條路也碰到一個 郭台銘可以叫牌這樣子的障礙 然後柯文哲也會想要跟郭台銘說 我有門票 我有門票 我們兩個搭應該也不錯 所以郭台銘現在是有一點可以喊牌 有一點可以拿俏 他的位置上面 我覺得他搶佔了一個有力的位置 然後所以當國民黨在那邊說 哇 這個我們要反律大聯盟 我覺得那個都想太遠 對 然後內部又有人要卡猴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務實一點 去面對自己現在黨內的可能人選 好好的辦一場初選 找出初選民要最高的那個人 我覺得那個才是正途啦 不要一天到晚那邊天邊漂亮的彩虹 這個牆來來來 那個牆來來來 人家為什麼要來來來 你說到有門票我就想到那個黃牛票 黃牛票 柯文哲怎麼想要買黃牛票 怎麼說 一個小巨蛋問到 怪了郭台銘說要買嗎 郭台銘說多少多少 然後講一講 講不容易說 你如果沒有買我自己這次看 然後就是 柯文哲就自己去看演唱會 有沒有有沒有覺得 柯文哲有一張門票 好像在那小巨蛋問到 拿著門票在ㄟㄟㄟㄟㄟ是不是 都售這樣子 但是那個門票 其實那個位置並不好 不好喔 因為第一個 他現在就是只有4% 我覺得柯文哲 經常講話就是 都會打他自己 他以前最有名的名言之一就是什麼 那個已經沒用了 現在人家看到就是那句話 那個已經沒用了 現在來講拜廟 誰要理他 高鴻安也不是靠他選上的 有幾個人是衝著說高鴻安 是因為是柯文哲民眾黨 所以才特別去投高鴻安 再加上這個柯文哲就說 高鴻安當市長 為什麼不來問我這個老市長 要被先民自遷的走 問題是你這個老市長的市政 八年來 這也不是大家要故意酸他 都是幾乎都倒數的嘛 有什麼好經驗可以提供 狗頭軍師嘛 你這個對不對 什麼東西都處理不好 我現在那個棒球場的事情 我難道問你的大巨蛋會比較有用嗎 沒有用 所以這個其實說實話 這是他自己造成的 自業自得 過去的八年 這個口無遮攔 然後又很不勤政 得罪很多人 光是說我們早上七點鐘 在那邊嗡嗡嗡 有什麼用 嗡嗡人家現在覺得你很煩 所以現在這個柯文哲 他手上就跟剛剛一川講的 他就是有一張門票 但是問題是那張門票 隨著他自己現在政治地位的下滑 也是那種很後面的位置 很後面的位置 那對對郭來講 其實我不需要你這張門票嘛 我自己要獨立參選 老實講你那張門票的手的價值 不見得比我自己要連署 因為郭的財力要自己連署 也沒有那麼難嘛 對不對 反而還不用受你的影響 受你的牽制 我拿你的門票 還變成說還要讓你有開架的條件 何必呢 甚至包括國民黨也一樣啊 現在說朱立倫主席 如果說要郭台銘回國民黨 郭台銘只可能答應一個條件 就是我回去就是提免我選總統 如果我不提免我選總統 我回去當個普通的黨員 有什麼意思 就算中常委給他 他都不要好不好 有什麼意思 沒有意義啊 那所以說如果郭回去 一定要當政的 那之前不是傳出來郭朱沛 這該不會是有誠的有譜的吧 那郭朱沛的話 當然就是說朱第一個 要請郭回去做好大位 然後他自己要退居第二 而且還必須要幫郭 把這個侯這邊的人全部都搞定 而且最後還要在社會上解釋說 為什麼兩位在省級上 都是屬於外省族群 還是會有人在意這種東西嗎 你一一都全部都要幫他搞定 聽起來什麼都擺不平呢 那我這麼努力 好這麼辛苦 就會付的有必要嗎 我不能自己當政的嗎 我就一定要當負的嗎 所以國民黨內部 老實說 大家覺得都能夠藉由一一二六 好像是可以平步清雲 其實如果搞不定 都是富貴如浮雲 好所以你看 現在在民進黨的部分 賴清德接任黨主席之後 現在看起來2024應該是民進黨 這邊是定於一尊了 所以呢 朱維倫這邊一直在打賴清德什麼呢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那是不是因為賴清德這邊 可能已經沒什麼好打了 所以只能打這一招呢 請教一下冠廷 因為包括呢 好AIT呢 現在就祝賀賴清德 在黨主席選舉當中勝出 而且說期待跟賴清德的合作 希望促進雙方共享的民主價值跟共同利益 那甚至放出兩個人過去的合照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現在國民黨 無論他到時候提名誰 當總統參選人 現在他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要把賴清德夫總統打成台獨仔 你是台獨仔 台獨台獨 現在只剩這一招 只剩這個 為什麼 因為回到自己過去這八年的時間 蔡英文總統把台灣的未來跟定位 在中華民國台灣之後 我們其實某某程度上面 跟國民黨民進黨之間 其實我們找到了一個台灣很大的交集 這是小英總統很大的一個貢獻 而且我也要講 這是未來國民黨在對上賴清德 假設賴清德真的變成總統參選人之後 兩岸論述跟台灣中華民國的未來國家的走向 不是對上賴清德的想法而已 而是對上小英總統在過去八年所奠定的這個基礎 所以國民黨他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很多民眾無法了解 就是說所謂的台獨的定義 隨著兩岸局勢變化 已經有了很明確的改變 過去我們腦中想的台獨是什麼 是正名 自憲 建國 就是中華民國要改成台灣 自憲我們要有一個新的憲法 我們要重新獨立成一個新的國家 就是正名自憲跟建國 可是現階段你要看中國怎麼定義台獨 如果朱立倫講話說酸賴清德說你是台獨仔 你是那個講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你就是台獨 朱立倫你可能沒搞清楚狀況 現階段中國跟中共他們的認知 朱立倫你也是台獨 為什麼會這樣講 如果把台灣的光譜簡單分四類 過去的所謂的台獨 就是我剛才講的最積極認為說 應該要正名自憲建國的 這是傳統的台獨 第二部分叫獨台 獨台就是 沒有喊台獨 可是做的事情一直往台獨在走 中國的認知 一直認為蔡英文總統是獨台 雖然我不這麼認為 第三個是華獨 華獨最標準的人是誰 就預備成將軍 或者是我認為朱立倫也是 就是你們一直在講中華民國 跟中華的民共和國是不同的兩個國家 是華獨 最後第四個是統一 現階段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除了統一以外的前面三個 台獨 獨台 華獨 在中國人民 中共政權的眼裡 都是台獨 所以朱立倫 我覺得他講這個話真的是有點 不知道是不懂裝懂 還是故意的 我認為是故意的 就是他現在要簡化 把賴清德等於台獨 然後讓社會大眾 讓國際 讓台灣人民 對於賴清德副總統 有一個不信任感 可是綜合我剛剛以上所講的 簡單來說 小英總統的中華民國台灣的架構 當賴清德接任黨主席之後 他所講的這個兩岸論述會延續著 小英總統的方向 已經不會有什麼大的改變 所以國民黨你們對上的兩岸論述 的賴清德的國家定位 不是只對上賴清德 是小英總統所奠立出來的基礎 這是我認為國民黨 接下去面對最難的一個課題 但其實朱立倫自己的兩岸論述 也不是那麼清楚 對 就是因為 國民黨陷入一個最大的窘境是 他們過去可以講九二共識 就被打臉了 後面接一國兩制 不是一國兩制 對 就九二共識一國兩制 或那個就是 九二共識 現在中國只跟你講九二共識 然後變成一國兩制 你國民黨沒有人可以接受 過去他可以說 兩個中國可以各自表述 可是現在沒有了 所以國民黨現在變成 如果你回到九二共識的狀況底下 你當然會讓朱立倫 他的社會上的支持度跟 這一個兩岸的走法 會比較起蔡英文所奠定的 更大的交集 這兩邊會有差別 所以我覺得這是國民黨 接下去面對課題 那就更不要講 侯友宜的好好做事 好好愛台灣 就是他更沒有論述 那這個部分也是國民黨 在接下去這一年當中 大家會去嚴格檢視 跟你要講清楚 好 如果你認為小英總統 過去八年的中華民國台灣 你認為不OK 你告訴我 那國民黨是什麼 這是所有國民黨候選的 會面面的問題 而這難的地方難在哪裡 因為中華民國台灣 現在是台灣 多數人民最大的交集 這也是國民黨 如果你不喜歡 你要提出一個更好的 他的難處就在這裡 好 請教一下蘇培 因為包括范教授就說 那你看 朱宜倫這樣 叫鄭賴清德 反而證明說 國民黨是隱姓台獨 這一番話怎麼說呢 因為范世平說 面對這個台灣 是不是獨立的國家 朱宜倫可能會回答說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就應該要接著問 朱宜倫說 那中華民國主權範圍在哪裡 好 後面又講說 包括主權的問題 包括立場的問題 難道國共兩黨的主觀權 是相互覆蓋的嗎 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嗎 好 所以他也提出質疑說 如此一來的話 朱立倫的說法 難道不就是一位 務實的統一工作者嗎 所以意思是說 那國民黨是隱姓台獨 這個用意是什麼呢 我覺得很簡單 朱立倫現在跟我們前一段 一直在講說 他就是想要爭取總統的候選人 那他想要爭取哪一個 國家的總統候選人 不是中華民國嗎 那習近平認為中華民國在嗎 在啊 你只要講中華民國 就是台獨嘛 那你現在是不是隱姓台獨工作者 你就是嘛 不然你說你不要選 或者是說 你要選 朱立倫你就講清楚 我現在要選的 中華民國呢 是領土擴及中國大陸的 你講得清楚啊 不然你就講清楚啊 不然你不是自相矛盾嗎 所以我覺得 這個賴清德主席在上任的時候 他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包含在兩岸 包含在外交方面 其實就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務實是最重要 而他延續的就是蔡英文的這個四個堅持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立處 另外中華民國的前途是由兩千三百萬人共同來決定這件事情 這兩個是重中之重 而朱立倫你同不同意嗎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朱立倫在之前曾經訪問過美國 他那時候在美國的時候就講說 九二共識呢 是沒有共識的共識 結果呢 被胡錫進給他打臉 說你的態度就是這個套退嘛 甚至的隱姓台獨工作者 就是那時候國台辦用來罵朱立倫的 就說你說九二共識是沒有共識的共識 你實際在做的就是台獨這個工作 你怎麼不敢說 結果你現在把國台辦罵你的東西 拿來罵這個賴清德 那你自己的態度呢 你自己當時被罵的時候 你的態度呢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不要這樣事實而非 我覺得這是大家的 能夠有共識的方向 你們不要站在中國來說 在台灣講話 我覺得台灣人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嘛 而且你看喔 賴清德其實做完這個 黨主席的這個演講之後 我們其實去看中國的態度 中國時報其實對這一件事情 它基本上是認同 延續蔡英文的路線 是賴清德能夠做的 他們也認同 那國民黨在反對什麼呢 好 所以呢 你知道朱立倫過去 這個形象是比較親美的 那麼現在前立委林作水就說 那這樣子一講的話呢 朱立倫是不是要取消自己親美的立場呢 大家可以想想看 蠻有道理的喔 休息一下吧 上回來 好 那朱立倫一直說人家台獨台獨 那他自己呢 我們來看一下前立委林作水就說 如果任何美國親台的行為 都會被中國認為是推動台獨化 那朱立倫是不是要立確美國 千萬不可以親台喔 同時取消自己一貫的親美立場呢 請教一下崇文哥 其實我先幫朱立倫講兩句話 就是說他在講這個 賴清德的台獨 我在猜應該是過去他 大家年輕人那個芒果乾那種感覺 是不是這一次的芒果乾還會有用 在2014還會有用 那我再強調一個喔 不管是台獨 獨台還是剛剛 我們剛剛那個冠廷講的喔 就是我們所謂的九二共識 各自表述啦 各自表述啦 不管 國民黨立場 民進黨立場怎麼樣 我覺得 老百姓的立場最重要喔 所以老百姓立場說 他的感受就是說 你兩岸的關係是 到底 現在這個關係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是我們要去讓他的螺絲粉不要來 還是我們的水果不要去大陸 我覺得這個關係應該要是能夠維持起來 當然這個關係包含了大陸對我們的關係 也代表我們的態度跟他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朱立倫想要表達的是這個 因為未來我們未來的這個賴清德主席 他會延續蔡總 蔡英文總統的這個路線 一定是大概會這樣子走 大概這也是定案啦 但是這個要提醒我們所有老百姓 也要提醒賴清德主席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有沒有辦法比蔡英文更好 兩岸的這個感覺 給民眾的感覺 有沒有辦法比這個蔡英文更好 如果可以比蔡英文更好 那朱立倫就要很擔心啦 所以在這個現在的過程看起來 還是有一點心裡面兩岸是有點疙瘩 未來他不管要進足大位 或是用黨主席的立場 民黨黨主席的立場 怎麼樣把兩岸的關係 讓人民的感受 讓農民 漁民 不管anyway 能夠感受更好 我覺得這是猜 這是賴清德要思考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請教一下國長老師 那你看他是說賴清德的部分 那朱立倫的立場 他有辦法比以前的黨主席更加的偏中嗎 你看朱立倫現在應該不是說父子其辱 我覺得比較像是怎麼圓 你過去的說法都已經被中國打槍了 你要怎麼圓呢 現在中國從二十大以後 習近平開始第三任期 重點已經不在於說台灣選誰 這個已經不是他考慮的問題 他現在考慮的問題就是 他覺得他實力已經夠強了 時機許可的話 他就會採取強硬的行動 像去年飛彈這個飛越台灣上空的時候 這個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先生 不是也帶團訪中嗎 根本沒有影響 甚至連直接跟他下面的這個重要的官員 這個面對面的表達一下抗議 還是說你不要這麼不給我面子 我們家人都還在這裡 你飛彈就飛過去 那我們這個怎麼說呢 連現在這個管道這個途徑 老實說都已經中斷了 我看這個朱立倫主席 現在大概也沒有把握說 他現在跟習近平總書記之間 還有什麼溝通的管道 因為現在他中方 已經不是說台灣人還覺得 你現在選誰 好像中國就會比較高興一點 就會比較 氣就會比較平一點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躲在這邊繼續發展 我告訴各位 這個親愛的觀眾朋友 雖然過年了 但是我還是要講 這個已經不可能了 沒有辦法 好像這個說 我只要像侯友宜市長 躲在那邊當市長 好好做事情 沒有人意識到他的存在 中國變了嘛 這個就有辦法說 讓台灣繼續發展下去 這已經變了 像共機每天繞台 你到底說呢 如果是照一般人的想法 民進黨126已經輸了嘛 輸了看起來 國民黨的聲勢應該起來了 共機應該要少落台 因為習近平心裡會比較滿意一點 看來台灣人好像已經不怎麼喜歡 民進黨了 應該要選擇國民黨 結果共機還是照來 而且架次還創新高 代表他們現在已經沒有在看 台灣內部政治說 你要選誰 你賴清德改不改說法 朱立倫改不改說法 於是我就決定說 要賴清德比較凶害一點 我就要打台灣 朱立倫我就不打台灣 這種時代已經過去了 如果真的那麼簡單